我有点激动啊 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这个开场白 我现在是来到了曼瑟 麦莎瑞的展台里面啊 看我身后这台车了吗 全球只有7台 售价1388万 这款车偷偷的告诉你 已经有主了啊 我大佬真的是大佬 这是大佬的车啊 叫什么名字 星际奇兵 大际的皮卡版本 高定版本啊 这款车的 动力参数一定要告诉大家 4.0T的双货轮增压 微波发动机 峰值扭矩呢 可以达到1000牛米 百公里加速3.5秒 真的是非常炸裂啊 850匹的马力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了啊 真的是 有钱真好 看这个整个 一个涂装 迷彩的啊 这就是第7台 联名款啊 看见了吗 哇这个轮子真的是非常大 扁平比 哇 特别窄啊 哇哈哈太帅了 我们进去拍吗 啊可以 我们现在进到里面去看看他的车头 哇 看他的整个后面的货箱 我很激动啊 我要打开车门了 哇 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 哦好嘞 没事我就这样看看就行 哇我这个磁琼了啊 这个 定制的太漂亮了 脚手之前 写过很多 麦莎瑞的文章 这是真真倾斜的用手摸到了啊 1388万的 高奢 哦 太漂亮了 在电锡门的 哇电动特探 电动探板 再演示一下 太漂亮了 太帅了这个车头 车头太漂亮了 太有气势了 有钱真好 我什么时候才能有钱呢 想怎么花怎么花 1388万 你觉得买这台车值不值 我个人觉得相当的值 这能抵多少税啊 不是 这能 这能开起来 在路面有多少的回头率啊 真的是 太漂亮了 当然我们啊 这个1388万你觉得有点贵拿不出来 然后呢我们看看他 那个相当于 零头的这么一台车啊 就是 这一款啊 GLS 麦莎瑞版本 这台车呢 售价只有208万 只有208万 看看整个车身呢是采用了 双色拼接的 这也是麦莎瑞的一个标志性的设计 而且 看一下车头 车头也是麦莎瑞的一个标准式的设计 碳纤维啊 这全都是真碳 小尾这个小封一小封刀啊 也是麦莎瑞的一个标志性的设计 然后呢内饰看一下 这个内饰呢 其实啊电动侧踏这个电动侧踏后排的非常的宽 这里还有麦莎瑞的标 白色的内饰非常的干净 整体的 内部空间看上去非常的通透啊 太nice 真的是有钱太好了啊 这个太白了啊 不能摸啊 不能摸 电动侧踏收了回去 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电动侧踏 关上 电锡门 收 收 然后你可以看到后边的 这里是一个装饰部件 但是它是碳纤维的 这里也是装饰部件 然后整个后面的尾部的扩散器呢 这里有麦莎瑞的 标志 侦探 然后整 各展台今年是有8款车来进行展示 除了星际骑兵还有JLS之外呢 还有这款大忌 红黑配色的 本战斗啊 麦莎瑞的车标 还有 殷利的天悦 这款是纯正的麦莎瑞的一个 风格了 你可以看到 碳纤维的基盖 碳纤维的小风刀 前唇 包括它的这里的设计 以及车身侧面的侧裙 还有这里装饰部件 碳纤维的 耳朵 还有车尾 碳纤维的尾翼 这个小压尾 包括下面的 四处排气 碳纤维的扩散器 这个才是 麦莎瑞应该有的设计了 内饰的话呢 也会有一些碳纤维的部件 比如说门板上的试板 包括这里 都是碳纤维的 这里 碳纤维的 都是碳纤维 碳纤维 碳纤维 我们这期视频呢 就说这么多 真的是有钱太好了 1388万 我还意欲未尽了 星际奇兵 你们喜欢吗 还买不到了